在小朋友的發展當中啊 屋感裡面聽覺是最早開始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聽覺也是小朋友第一個向外面接觸的媒介 而且對他們語言發展很重要哦 然後音樂呢可以活化右腦 語言活化左腦 所以在平常我們的那些兒歌啊 童謠啊 我們都可以刺激他們的左右腦發展 可以使他們語言的能力更加的良好哦 小朋友在一剛開始出生的時候啊 他們就開始對一聽覺有很敏銳的感受 所以呢我們可以開始播放一些比較輕柔的音樂啊 像是搖籃曲都可以做音樂很好的琴哦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播一些兒歌啊 因為兒歌的歌詞通常都很簡單 旋律也都是非常好自由非常好聽的呢 所以呢我們可以搭配手指搖還有一些唱油 都可以讓他們刺激肢體的發展 但是這些最重要的都是要爸爸媽媽 我們要一起陪著小朋友唱跟跳 這樣子能建立很棒的親密關係哦 古典音樂呢能夠幫助小朋友的情緒更穩定 還可以增加他們的注意力 那最重要的是他們還可以聽到很多不一樣樂器的聲音哦 推薦一些古典音樂給大家 聖桑的動物狂歡節他是用很多的動物去圍主體做成的歌曲 然後還有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前睡美人 然後因為這些都可以搭配繪本故事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更加的身歷其境更有感覺 然後最後要提醒家長的是不論什麼音樂呢 都需要避免太過大聲還有太過於尖銳 因為這樣聽起來是很不舒服的哦 音樂教育家達克羅茲他認為呢 人的身體就是最好的樂器 所以我們可以經由身體的各個部位 還有像是手啊 可以這樣子拍節奏 或是不一樣的節奏 或是這樣子的 然後拍身體不同部位 比如是頭啊 肩膀啊 肚子啊 其他部位 然後我們還可以經由不同的力道 所以發出不一樣的聲響 我們除了可以把身體當作樂器之外呢 也可以運用家裡比較容易取得的小樂器 像是響板啊 手搖鈴 蛋砂鈴 或是三角鐵 那如果沒有也沒有關係哦 因為我們也可以在家裡自己做樂器 像是把豆子啊 或是米 放到寶特裏瓶裡面去 這樣就可以成為我們的自製砂鈴 然後再來也可以用奶粉罐 然後拍打 它就可以成為我們的鼓哦 再來呢我們還可以把玻璃瓶拿出來呢 裝入不同水位高低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敲奏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音高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為大家來做一首示範的歌曲 我們現在要先示範的是固定拍 來 可愛的哈巴狗來了 請爸爸媽媽也拿起你手邊的樂器 跟我一起做吧 一隻哈巴狗 坐在大門口 眼睛黑幽幽 像是柔骨頭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五重拍哦 接下來我們換個樂器 我們要做的是樂句的部分哦 一隻哈巴狗 坐在大門口 眼睛黑幽幽 吃柔骨頭 換個樂器 一樣做樂句的部分 對於是哈巴狗 吃溫柔骨頭 胃巴咬一咬 對我漸漸頭